其實我們很常就在聊說 這個女人的超能力 容忍度什麼什麼 隨便講就一箱筐 可是我怎麼樣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想到失眠 都想不起來 男人用什麼超能力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講 要不要你說看看 我那天就跟一個朋友聊天 他說其實男人有一個 很偉大的一個能力 裝死的能力 他就是能夠徹底讓家人 發揮專長的一個能力 怎麼說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的老婆的專長 是彈鋼琴 然後他的女兒專長 是拉小提琴 他的兒子專長是唱歌 他讓他們家所有的人的專長 發揮得淋漓盡致 可是 對啦 就是每 對啊 但是我們聽不出來 這個男人的最大能力就是 所以我有說錯嗎 就是裝死啊 所以觀眾朋友 男人的忍術都是為了家庭和諧 還是只是為了讓女人更火大呢